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导游在旁边一直看 看世界 对 要跟他合照要签名 是 没错 今天真的很难得 全家人团圆 对 我们也是觉得很荣幸 谢谢 尤其是高律师能够到我们节目中来 我们高律师是不是还有一封信 要特别对我们的二妹说 这个我小的一点的匿名 因为老夫老妻 通常都不愿意当面说些好听的话 他有没有说 他有没有说我爱你 有 有 真的假的 好浪漫 我爱你 真的假的 不要到我们不到 而你们不相信 高律师会讲吗 这个山东人说我爱你 这很困难 那怎么说 这个山东人 我爱你很困难 我能叫他二妹 叫他爱 爱 爱一声 就代表了 就代表了 就摩起了 就是 你用他这个爱子就代表了 还是 脚被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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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爱 很难 很难 所以老夫老妻也常常时间相处久了以后 很吝啬 很吝啬 说 你真好 我爱你 像这些话 其实年龄不论多大 年龄不论多老 像这种 偶尔的天言蜜语 有增加彼此感情 跟生活情绪 很好的滋润剂 所以高律师讲他 我很难说 他说我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 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一段VCR 好 一路走来 你看我们结婚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了 我跟他认识差不多五十年 如果命运可以定做 如果有另一次选择 如果有另一次选择 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 快乐地陪你去看客 就算你老的不能懂 就算你有天便落魄 就算你老的不能懂 我想我还是会 挽着你看日落 你的心弹在泪光中 嘴巴上彼此嫌麻烦 眼神中关怀那么慢 没说爱 没说爱 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 在人间从来不浪漫 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 最懂的人最暖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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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心酸 没有遗憾 什么是陪伴 什么是心安 你是答案 高哥 谢谢你娶我 没有 这一生 我用改了两个字 一定没办法代表了 高丽师 你刚才说 我爱你不容易说出口 他今天不能用说的 但是他可能要用唱一首的 不是用唱的 不是 他另外准备一个惊喜 他有一个惊喜给你 来 那个西装已经穿了四十年了 还有做一套新的 这是一封信 这是给亲爱的二妹高哥 那高哥您就自己念吧 二妹 今天我想借着上 《圆梦厨房》这个节目的机会 向您说几句感谢的话 但是又怕在露营棚里面对着观众 一紧张又说不出来了 所以就借用这篇短信 来表达一下我心中 对你感恩有万一吧 我本来是一个流落台湾的一个孤儿 自从有了你 我就有了家 有了儿女 由于你对儿女教育有方 她们都出国深造 都成了保修之士 都成为现在的社会有用之财 这是最令我欣慰的事 非常对你这个懂得教育的母亲 可以说是我非常感谢 由于你的支持与配合 这是我在事业上武后国自由 所以在这五十年来的发力路上 才能安然地顺利地度过 尤其有关我怀抱老兵的骨灰 返回家乡的事情 因为这是社会大众最忌讳 最不愿经守的事情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我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今两岸都夸奖我 很伟大 很感人 其实这是因为 在我的背后 先有一个伟大的二妹 我才能伟大 今年我们结婚已经46周年了 这正是一个所谓的 蓝宝氏婚的事业 今天我出来借助 华氏这个厨房 圆蒙厨房 华氏的圆蒙厨房 从一元来表达我感恩之梦之外 我并且希望下一辈子 还见过我 太棒了 棒了 最后再让我向你说一声 谢谢 谢谢 还有一个 我爱你 我爱你 外加外加的 高太太有没有什么感觉 什么感想 谢谢 好 这封线就 就两个你们做纪念了 这个要给高太太 对啊 金首线给高太太 对 你看已经抗议了 对 对 快点给了我 对了 高太太 你没有觉得感受到先生的情深一种 有有有有 有有 谢谢 我也很高兴我能够嫁给他 真是了不起的一家子 所以夫妻两个人的感情 真是让人羡慕又嫉妒 谢谢 那今天除了来到我们节目 来表示感谢之外 那律师他要亲手下厨 做一顿好吃的东西 他会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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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饺子 今天包饺子 包什么饺子 今天包的是猪肉酒黄水饺 猪肉酒黄水饺 来吧 山东人一定很厉害的 一起看一看吧 好 好 我今天给这个陈大师来包一个水饺 今天包的水饺 因为是包好吃 你放心 你好 张律师你好 对 后面没问题吧 后面没问题 好 那我就帮您量 这我们是用这个 今天用的是中筋面粉 中筋面粉 这边是三杯 我们就先做三杯面粉 好 因为自从结婚以后 我先生就很少进厨房 所以今天圆梦厨房说 他要做菜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 不过圆梦厨房安排他 还有去陈老师那边学习 陈安琪老师 我相信老师的指导 他就会做得很好 就后面是我的老岳母 老岳母 那时候还没在那追 追我太太的时候 是 这个老岳母家 不会和面包饺子 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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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头既然常做 怎么今天还要来指明 学这个酒房饺子 因为我这个事 没有明事指导 我今天要让明事指导 明事指导 明事指导 我要 要给我太太 一个惊喜 我期望 期待 看到她的成品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今天你要做的这个酒房馅 今天你要做的这个酒房馅 做菜 就是蛋炒饭 今天晚上就是番茄蛋炒饭 明天晚上就是酱油蛋炒饭 他很喜欢醋 醋 醋 喜欢醋 喜欢麻油 麻油 对 什么都能加 而且还什么都能蒸 好 那你来看我包一个 通常我们包饺子 前头三人之一这边捏起来 然后这样打两个折 所以它是一个元宝的形状 哦 是 我在焦点包 跟老师这个不太一样 以后呢 嗯 是 就是不能太行 饺子 哦 今天要做饺子 你觉得 饺子应该是 饺子还行 可是它包的会跟 可能会跟大家看的不太一样 对对 它包的形状是比较特别的 它包的东西是跟我们 对 一般你看到的饺子馆 看到什么一样 我记得它都是擀皮嘛 有有 它擀完皮之后 包的饺子 没有人要吃 那是因为它饺子里面的馅儿 都 太少了 太少了 对 很少 然后形状又比较特别 对 没错 所以它今天 嗯 太好好期待 烘水饺 用两个想法 一个是 我们太太 她喜欢吃 酒烘水饺 第二个就说 一想到包水饺 我就想到我奶奶 这个除了里面的这个 酒黄馅儿好吃以外 里面还有奶奶的情在里面 还有温情在里面 所以这个水饺 应该是加倍好吃 今天我认为 我的收益很大 刚才我也给老师讲 这些人一传播出去 我家里面 凡是礼拜天的 大概都可以 客人的隐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